各位大兄姊妹平安 我是方啟源全道 感恩今日同大家一同继续阅读历代志下的经文 今天的经文是28章1至15节 是从一位新东位的犹大王开始 这一名的新王名叫阿哈斯 正如在历代志的其他部分一样 作者会先为接下来技术的王作评论 阿哈斯所得到的评语是 他不幸而或话眼中汉为正的事 如果参照列王记的平衡描述 就可以发现历代志作者对于阿哈斯的描述 描述得相当负面 两者的描述里面不同的地方 是历代志作者抽走了他的神这三个字 作者藉着这一种技术方法 令到读者从文字当中 已经了解到阿哈斯和神的关系 就是吴氏耶和华是他的神 接着作者用数个例子 说明阿哈斯的走篇 例如阿哈斯曾经举行 献婴儿活祭的邪恶仪式 经文里面描述 他用火焚烧他的遗旅 他又在恩乱子谷烧香献祭 希伯来文里面 恩乱子谷 后来成为了地狱的同意词 历代志的作者同时 告诉我们知道 阿哈斯铸造巴力的象 以上种种的事情 都指出阿哈斯 有着比起外邦君王都不如的信仰生活 因为以上种种的行为 所以神将他交在列国的手中 这一个都是历代志作者 常常技术的报应观 犯罪离弃神的君王 每每会面对神的惩罚 而且犯罪越多 所面对的惩罚也都越大 在面对阿兰和以色列的攻打 阿哈斯面对的是很多的俘虏 和面对很多的杀戮 在二十八章六节里边 记述了利玛利的儿子比加 一日杀了犹大人十二万 而在第八节当中 记载了犹大国被老的人 足足有二十万人 或者就好像上文所写 因为阿哈斯 有着很多很多的离弃神的活动 行为 换来的就是这两个很多的发生 正当以色列军带着俘虏 要回国的时候 有一位先知 俄德的出现 他警告以色列军 不可以将俘虏带入以色列国 因为这样同样是得罪神的行为 从俄德后中 我们知道 虽然神因为阿哈斯的离弃 而将犹大国交到以色列国手中 但是当中的杀鹿和俘虏 都是出于以色列军队的血气 个人的怒气 因为神并不起悦 在战争当中使用过度的暴力 在先知的警告下 有几位二法联支派的领袖 都出面阻止军队带俘虏进入国家 并且善待俘虏 他们为赤身的人加上衣服 为饿的人提供饮食 为受伤软弱的人提供奴区 在这一个部分 我们可以见到两件事 第一 以色列国的带领 并不是从军王而出 在当中描述 军队听命的是 不同家族中的领袖 神的说话 在这一帮领袖身上 比起所谓的军王来说 更加能够运行顺利 第二 神的懲罚里边 永远都不缺乏恩典 虽然懲罚是因为 阿哈斯尼弃神而来 但是上帝的懲罚的本意 往往是要人知罪 并且悔改 以色列军过分的杀戮 就是违反了神的心意 因此神的先知 就要为神警告一下 以色列军的行为 离弃 懲罚 知罪 悔改 这四步往往是 旧约圣经里边 常常被技术的事情 其实从创世开始 人类就要在这个循环当中挣扎 直至到如今 人可以从懲罚里边回转 一方面 在旧约时代 是有着先知的提醒 今日 有着圣经的教导 但是另一方面 更重要的是 懲罚里边 是带着神的怜悯 神不希望人 单单停在被懲罚当中 也希望人可以从懲罚里边 认识神 知道神 而耶稣基督就是我们从神 得着最大最大的怜悯 神容许人在怜悯当中选择 虽然我们要去到明天的经文 先令我们知道 阿哈斯用什么态度 去回应神的怜悯 但是今日 我们可以先行一步 可以决定 是否接受神的怜悯 我们可以从罪中回转 并且透过基督的救恩 以及圣灵的提醒 从懲罚里边 步向之罪 和悔改的上行步调 慢慢从罪中得着释放 我们一起有个祈祷 亲爱的天父 感谢你赐下话语 令我们可以从中学习 并且得着提醒 求你时刻 诗恩怜悯我们 我们知道 人单靠自己 只能够从罪的长环里边挣扎 不可能有释放 唯有倚靠你 才能够叫我们知罪悔改 愿我们都有一伙 敏锐圣灵的心 聆听到你的教导 和提醒 以上祷告 在乎我主 基督之名祈求 阿们